XM1的冷凍,我是Van仔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些比較日常生活有用的東西 標題上寫了一個福袋 所以大家應該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東西是在Xpower買的 試完是什麼呢? 話說一開始,我和朋友在量度,沒有充電器有QI,PD,QC3.0...諸如此類的東西 後來就在這裡找,結果那時候就想看看Xpower有沒有 Xpower的網上有比較多的資訊可以看到有沒有 結果當然是沒有啦 剛好都這麼巧,讓我看看就沒有一個福袋 我又很有興趣,看看是什麼 結果就買了一個$298的版本 好啦,我們現在就拆一拆出來看看 話說這個袋,我不知道寄過來的時候... 很臭 我不知道現在是紙的味道還是怎樣 我覺得好像過期奶粉的味道 所以就... 剛才你看到最初都噴了一些東西 因為真的不知道怎樣 因為這個袋是順風的 對啦,我不知道是不是順風的紙比較重味一點 重口味 是變了$368的 我不是買$299的嗎? 有一點點...拿流餐的 頭皮膠袋綁著又放下 好啦,那裡面有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真的認真的這個 我那時候看見它... 因為它好像說有一件是固定的 但另一件是很神秘的,不告訴你什麼 這件好像是固定的 因為我看到它有雙QI的充電器 最主要就是我近期... 也不是近期啦 9月份的時候換了一部iPhone 8 Plus 然後呢 女同事應該用了一部Note 8的 沒有記錯,應該是Note 8來的 所以我就想到買這件就去幫兩部機充電 我在房間的時候就可以省下頭 樣子是這樣的,等下再拆 再來 咦,這件是... 配合這兩件就賣$368 我不知道買的價格是多少錢 但我再看看這件電 先看看這件電,是否給我一塊粉紅色的電 看起來很像玫瑰金的顏色 沒有去面上那麼漂亮的粉紅色 我想要這隻顏色 但問題是它為什麼送到粉紅色給我呢 他們真的如我拿去COSPLAY或者... 偽娘的時候拿去... 好了,規格方面 我們就按字面看看吧 有LED的Display 10000mH的電 12mm的口,192克的重量 另外就是Support到QuickChart 3.0的12V 1.5A Max的In output 應該充電力都很快的 即是它進入的時候又快出的時候都快的 另外這顆充電池也有一個賣點,就是它有一條原生built-in的Type-C cable 不過很可惜地只有充電池 不能做充電給電池使用 若果要充電的話就要靠左邊的Type-C頭 Type-C頭可以in-out 最大當然是18V 12V 1.5A 還有一個就是USB QC 3.0 output 其實這個電池就這樣看上去都應該可以重新我之前的ORICO 又好像差一點點 但是... 可以今次去旅行試的 因為其實我多數天之後去旅行 或者我影片推出的時候我已經在去旅行 或者去完旅行 所以其實我也是... 看來旅行我才拆這個包裹 不然我是打死我都不開的 所以呢 這個電池我相信應該有點用的 對我去旅行的話 我這個就帶著去吧 好了,廢話說完了 我們開箱看一看電池吧 這些充電板都很簡單 其實都挺帥的 它有一個玻璃面 我不敢敲的 其實都很薄的 不知道是不是玻璃面呢 我不肯定 是不是膠 先當作是膠,但這個膠面看起來都很漂亮的 加上本身會很薄 一個類似iPhone的設計 好像白仔這些 底部有一個金屬的邊框 然後裡面有一塊玻璃的 現在設計上都類似的 底部也是金屬來的 挺好感覺的 整件事有點像配搭iPhone的 另外它這個發板 剛才說的 就是15W的充電 大家會看到的 左邊是15W 這邊是5W 如果計算的話 應該是5V3A和5V1A的 假設是兩部機充電的話 當然這邊就會變回10W 這邊就是5W 我忘記了了 但我這塊的東西都是Android 這邊是iPhone用的 除了這塊板之外 也有Type-C線 因為它做得比較薄 大家會看到這塊很薄的 然後這裡就把USB Type-C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充電了 但我現在沒有什麼充電工具 所以不斷放iPhone進去試試 就當完了 其實也沒什麼好說 因為只用螢線充電都沒辦法去充電 所以... 對 好,那第二塊了 這塊呢 很近了 剛才說到很厲害的這顆電 看看吧 粉紅色 為什麼會給我粉紅色的呢 吹到瘋了 好 還有一條... 都送Type-C的線 但不知道是否有資料 但是送一條短線也有用的 充電方面 金屬的面殼 再加上白色的滴架邊 光面的邊 其實都看上去OK的 樣子都看上去漂亮的 剛才說到的表面是金屬 但其實看底部 雖然看上去都好像金屬色 但這塊是膠 還有一個色差 你看到這裡是桃紅色的 表面是粉紅色的 然後它那個鍵盤就移出來 不如這樣移出來 給大家充電手機 其實你放一部手機在這裡 然後插進屁股 然後充電 都很方便的 這個就... 它預算是Android的用家為先 左下角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完之後 它就會顯示電量 很簡單 一般的東西 還有就是可能大家會關心一下 下一個充電的速度 究竟是否真的有QC3.0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 這些東西都不會騙你的了 它又有QC3.0 為什麼真的有QC3.0 但因為我手上只有USB的TESTER 所以我最多就是幫大家試試這個 USB3.0 現在就測試電池了 先插上TESTER 先插上去 好 然後呢 另一邊的手機 大概就是6.45V 0.9-8A左右 不是5V1A的速度 相信是QC3.0的充電速度 這次的開箱片都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們可能總結一下這次的兩件東西 這塊電池比較意外一點 因為粉紅色 好意思 設計上可以支援兩個Type-C加一個USB 基本上一般的充電都相當足夠 況且它有一條原生的Type-C 如果用Android手機的話就相當方便 唯一可惜就是這條線不能夠input 只有output 很可惜 另外就是這條線是凸出來的 可能有人會說這個可以當它掛勾用 但我就不太建議這樣做 少了一來就機器不夠穩固 二來就是怕你這樣吊著的時候會太受力 頭部可能會斷、彎、諸如此類 所以我也不太建議這樣做 剛才兩個問題之外,其實它的樣子上也不太差 第二就是這個充電器 隨著我們的手機越來越多QI充電的功能之後 這些的靶子相對來說是有用的 大全是大家用一些高階的手機 那一百多元都不會覺得是貴的 始終因為你的手機是貴的 所以你說這兩塊賣368元 就算是370元 其實除了一塊大概是160元左右的東西 你說是不是很便宜或者很貴呢 不貴的我覺得就 起碼這顆電三個頭 分別有兩個是QC 3.0 再加一個Type-C PD 所以說用來充電的話 我覺得都很足夠的 因為我相信這顆電就不止200元的價值 因為始終有三個頭可以做output 之餘 同時有兩個QC 3.0 再加多一個PD 相對來說是高規格的電才會有的 所以我想這顆也差不多200元 又到這塊的充電板 價錢上給我看官方 當初我選的時候 發覺這塊是388元 其實已經比福袋的價格更貴 所以如果你說配合這顆電 這顆電我剛才也看過的價格 估計都要300多元 所以說差不多買一送一 如果你說對這兩件都有興趣的話 當然買福袋是最划算的 甚至也不要說 你當買這塊板 然後送這塊電 窮價之下 都划算了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告訴朋友 Xpower有福袋 幾乎是買一送一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買 沒有興趣的話就當沒聽過吧